王思佳最近身陷假包疑云 事发已经第六天 花瓶桃润度不减 有人在抱怨公社发文求姐说 奇怪耶 为什么一样背假包 你们可以原谅许维恩 就不能原谅王思佳 发文的网友说 网们也是受害者啊 结果吸引百位网友留言看热闹 有人指出许维恩 当时被爆出背假包后 马上就道歉了 并且承认自己背了山寨包 还装可爱的说不会再背她了 而另一个关键是 许维恩没有贵妇人设 更没有背包包上节目 炫富赚通告费 虽然网友还帮忙还家 表示王思佳真的很有趣 很有节目效果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不买单 觉得买假包 那你是在臭屁什么 真的就是差在嘴脸啦 也因为话题太烧 王思佳拍影片时 又大呛说 如果是假包要弄爆代购 现在大家用看热闹的心态 做等他的回应啊